這個區塊大概區分成八個區域的管線 那現在這個防射就是我們已經做到組織幹管的管線 全棋的管線我們已經完成了50% 就是在這個範圍內我們要布設組織幹管 就是我們已經布設了16管理 那這些只要等我們一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中心轉通的時候就準備做貨物接管 今天我們特別來看台東市的水資源回收中心 目前我們整個台東市的污水下水道系統是分三期來實作 第一期已經接近完工 將近有2000戶的居民在我們水資源回收中心 列位就會完工之後就會進行接管 水資源的回收以及污水下水道的接管 在台東市三期完成再加上資本的系統 大概全台東縣的污水下水道會達到三成左右 那當然我們不會因此而滿足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但是為了要邁向我們現代生活 台東縣會繼續努力 讓我們繼續來完成這樣子的一個系統的建制